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增加营收的方法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增加客源啊 增加客源当然是这样 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上一次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的提到一点 就是我们整个的商业或商业模型 或者说你的这个经济的交换原则 最主要的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订阅制 对 订阅制 那也就是说呢 客户不断的回头来消费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呢 增加营收方法 我先来为各位解释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开业了一阵子以后 那么你想要增加你的营收的话 那你大概要怎么做 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增加你的平均消费 增加平均消费 也就是说 如果消费者本来进来 只买一百块钱 想办法用什么方式 让他增加可能平均消费两百三百之类的 对 那这个当然了 这个就是要跟你的那个CFO啦 或是说你的财务人员 你们自己要在财务上面要做一个计算 也就是说呢 以往的这个消费的平均消费 所以额大概是过少 如果说平均消费本来是一百块 那如果你想要增加营收 你就要先做一个目标的设定 设定到可能一百两百或两百五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很重要啊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那个财务上面的控管 的确是在商业上面一个很成功的因素 真的很重要 那我们来看一看呢 增加平均消费呢 大概会有几种方法 大家一定要好好听哦 哦 好不好 第一个呢 就是节庆 利用节庆 哦 常常有 现在最红的是这个普渡 对 普渡 拜拜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啊 在这个人 这个是一个文明古国 已经五千多年的历史 对不对 五千多年历史 所以我们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节 再加上我们西化以后呢 会有很多的西洋的节日 嗯 最致命的圣诞节 圣诞节 还有什么 情人节 对 所以这些呢 都是可以让我们增加消费 平均消费的一个方式之一 所以呢 请大家呢 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经营公司 或经营企业的话 最好呢 是有一个行事例 这个行事例上面呢 就是放满了 我们一般会过的节日 然后从过的节日里面呢 你再往前推 大概两三个月 就要准备好你的行销机制 嗯 所以节庆是很重要的 那我想大家在台湾耳熟能详呢 就是这个520百货公司的这个大折扣 对 对 那么在美国呢 就是感恩节 对对对 好大一个那个消费的那个市场 对 大家呢 都是根据你的 尤其在台湾跟美国的这个电子消费呢 是联动的 对 也就是说呢 如果感恩节 美国的感恩节销售量不好的话 你可以肯定 台湾呢 下一年的台湾的电子呢 大概它的股价不会涨很快 订单可能要下火 对 这样懂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稍微从这个经济的脉动里面 所以了解一下 这个所谓的节庆 的确是我们增加平均消费的一个方式 嗯 那么增加平均消费的方式 第二呢 就是所谓的批量购买 批量购买 对 批量购买 什么意思 就是增加它的量 让平均的单价更少 对 但是它购买的量要多 对 其实各位 你们平常都在买批量购买 但是你根本就忘记了 啊 你有去过Costco吗 有 对 牙膏一直要买六条 一直买六条 对 然后你看那个牛肉一定要买 对 其实一个小家人根本吃不完这么多牛肉啊 对不对 如果你买了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拼拼吃 对 不然就跟左邻右舍分 合买 对合买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叫做批量购买 那我们既然谈到Costco呢 我们就要特别稍微聊一下Costco 嗯哼 大家知道Costco的东西为什么这么便宜 那么如果你觉得它这么便宜 那么它利润到底从哪里来 就是从量 不对 不是吗 根据我们的理解 根据我们的研究报告 我们看得出来 Costco主要的利润来源是来自于会员费 啊 我记得了 每年都要缴一千二左右的会员费 我不晓是不是还会再调价啊 那基本上来说大概就是一千二 对不对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大家知道所以你还是重新提到一点哦 订阅制 订阅制是不是很厉害 订阅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商业模式 而且是21世纪 21世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商业模式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系 刚好呢 老师在这边是蛮专业的 蛮专业的 所以Costco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的收益 最主要的是来自于呢 它的会员费收入 是 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你到底一年几次去Costco买东西 哈哈 实质售售算得出来 对 其实很多人办了这个 这个一年的这个 会员 对不对 缴的会员费 它可能去的次数 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多 是 因为它量每次都买很多 对 那大家理解 所以批量购买呢 是我们常常在商业行动里面 或是增加平均消费里面 常常采用的一个手段 那么第三个呢 增加平均消费的第三个呢 就是什么呢 是捆包 捆包 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捆包 对 捆包我们讲 我们在一般的那个小型的超级市场里面 常常看到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呢 买二送一 啊 OK OK 理解 或是呢 买两个 买两个东西 送另外一个 他们公司所产生的 的 的 的产品 老师可是这个常常不一定是送 只是用很便宜的价钱 你买了第三件东西 对 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子 捆包跟批量有什么不一样的 最大的分别是 商品的组合是不一样的 批量一般来说 统一的 都是一样的 就像说艾维莎说 去那个Costco买牙膏 就是买六条 不管你是买白人牙膏 高路节 对高路节 你一定买到那六条 全部都是高路节的 没错吧 没错 但是捆包可能就不一定了 捆包的方法就是说 你可能买两条高路节 但是送了一瓶漱口水 对耶 有这样子 是有这样子吧 这个就是叫做 我们叫做捆包的销售方式 那么捆包销售方式 对于我们行销机制来讲 或者说我们在做行销规划 有什么好处呢 有一个很重大的好处 大家记得 体验 对 如果你有新的商品 那最好的介绍给客户的方式 就是用捆包 这个我有经验呢 买化妆品 它出了一个新的东西 就送了一个小的化妆水 所以我在试用的过程当中 我就多体验了他们家的化妆水 对 如果说你觉得那个品牌是值得信任的 多买化妆 对 而且那个免费的sample的试用品 你觉得还不错 你觉得有减到便宜 对 也许你下一次就会开始购买 是的 那是不是增加了平均的消费呢 没错 没错 好 第四个呢 第四个是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 但是常常掉入这个平均消费的方法 或是限定当中 以下的两个大家要记得 不是一个是两个 其实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免运 有 团妈团购的时候 常常来公司就是团购 因为可以免运 对 再凑包数 对 我举个例子 在加勒福的这个电子商务的购买部分 电商的部分 因为加勒福大家知道 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实体的这个商店 另外他也积极的推展这个电子购物 电子购物平台 那么电子购物平台呢 我就发现了 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研究 如果你在那个加勒福的这个所谓的express 也就是小型的加勒福店 小型的加勒福店 迷你 对迷你 它的大小大概是跟全联差不多的 这样的一个大小 你平均去消费的话呢 以我的经验来讲 大概进去出来 大概两三百块而已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不对 那除非你要买很多生鲜 除非你要买很多生鲜的东西 那基本上去的话 大概就是两三百块 但是呢 如果我往电子购物的平台去买东西的话 我就发现 我要想方设法 绞尽脑汁 要累积到 免运 对 对 为什么要八百 因为免运 对 真的是真的 对 所以你就想方设法 我就是要挤出八百块 我就是为了要省那一百块钱的无留费 对 这样懂吗 懂了 对 所以可能你很多的状况之下 你忘记了 其实免运呢 是一个增加平均消费的方法 好方法 对 那么 在增加平均消费的第五个呢 是什么呢 叫满额扣减 满额扣减 可以折 差价或者是折扣 对 他就是跟你讲说 你今天如果 这个在贷物公司常常用 对 对 对不对 有 我今天买五千 送五百 对不对 所以要再凑啊 对 你想办法就是要凑到五千块 对 然后你将来第二次在购买的时候 你就可以 我有五百块的这个垫子里面 对 所以满额扣减 这也是一个增加平均的方法 这样大家理解了吗 理解 所以这个增加平均消费呢 基本上呢 会有五个方式 那五个方式呢 大概就第一个就是 节庆 皮量 捆包 免运 跟满额扣减 对 满额扣减 所以大家记得哦 这个方法是可以不断的重复在运用的 是 好 那么增加营收方法的第二个大类的就是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呢 增加客户 增加客户 这个大概没有什么大家有 不会有任何人有问题啦 没问题 增加客户 做生意嘛 就是要做增加客户 对不对 对 那做增加客户容不容易呢 嗯 要看方法 要看方法 对 根据我们的资料研究出来 你每开发一个新客户所花的成本呢 是大于维持一个旧客户的成本呢 是大于高达22倍 这么高超过我们想象耶 是 对 所以请大家特别去 如果说你是要做生意的人 是 做一个商业的这个想要赚钱的人 你记得哦 千万要拉住你的旧客户 不要每天都在挖掘新客户 因为那个成本实在太高了 太高了 而且新客户来你要培养一段时间 他才有办法能够累积他的重振度 是 还有一点我发现 很多的新客户是来自于旧客户的转介绍 对 没有错 对付好旧客户 对 就会增加新客户 艾维刚刚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我们在增加客户里面呢 我们会谈到行销漏斗跟行销模型的两方面 是 那个这个呢 我们可能会在另外一个章节里面 特别为各位介绍 什么叫行销漏斗 那么行销模型大约是怎么做 总之 要一个新客户变成一个忠诚的推介者 中间必须经过六到七个关卡 很长哦 非常长 而且你要保持不断的接触 那么这六到七个这样子的一个关卡 是不断的筛减的 我们叫做什么呢 表面上看叫行销漏斗 但是事实上在我们正式在经营的时候呢 我们谈的叫做顾客关系管理 顾客关系管理 对 顾客关系管理 顾客关系管理不是说我跟他关系很好啊 不是这样子 是顾客关系管理是一步一步就像登山一样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客户到最后面就完全信任你不仅信任你还帮你做广告 是的 嗯 还帮你找客户 而且找客户他会觉得说我很光荣 我很骄傲 因为我介绍一个好的公司 好的商品给你 所以增加客户呢 请大家特别记住 有两个部分要记住 第一个你一定要做好你的行销漏斗 过来呢你的行销模型 在行销漏斗做好之前 你整个行销模型呢 要把它完成 是 那么这行销模型先跟各位预告一下 第十三堂课 就是我们最后一堂课 我们谈的就是行销模型 是 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部分 所以我们大家慢慢慢慢 先把各位的每个细节部分 我们先做个理解 那将来再谈行销模型的时候 就不会太复杂 然后资讯量太大 所以我们每一堂课都要仔细观看 对每一堂课都要仔细观看 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到email 或是到我们FB的 圣局署专业呢 来提出你的问题 是 也许我不能回答 但是呢 我们后面有很多的顾问级的人 顾问级的教授 还有一些各行各业的CEO 都可以为各位解答 所以请大家不要客气 好 欢迎来提问 嗯 欢迎来提问 好 增加营收的第三个方式 是大家比较想要知道的呢 是什么呢 是提高客户的再光顾率 哦 这个很重要了吧 这个很重要 就是等于是旧客户 他的信任度 持续持续来懂 对 持续持续购买 这个就很重要 我想这个今天的重点呢 应该是要摆在这里 提高客户的再光顾率 提高客户光顾率的第一点是什么呢 免费招待旧客户 哦 常常有耶 买了多少钱 变VIP之后 他办了一个什么活动 然后邀请大家参加 对 大家觉得这个招数是不是太老了 如果太老 免费招好像一餐啊 是有一点 不过大家还是吃这一套 非常吃这一套 不仅是大家吃这一套 我跟你讲 全世界最大的连锁餐厅 叫麦当劳 天天都在玩这一套 好像有耶 最近又在出什么 然后就送一个汉堡卡 好像集三张可以送一个免费汉堡 对 大家记得吗 你去麦当劳的时候 你只要点一个套餐 他就送你一张卡片 然后他告诉你说 集满三张卡 你就可以再享受一个免费的大麦克 对 对不对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为什么送大麦克 因为你会再去消费 可能他会再多麦克了 还有双麒麟或其他的 对 大家要注意哦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 而且是有玄机的哦 是 麦当劳的产品多不多 还好 我觉得普通 至少 至少 你去午餐点的时候 除非你很习惯吃某样的产品 否则你一看他的菜单上面 至少有八种汉堡 对 对 有 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为什么送大麦克 因为大麦克比较少人买 哈哈哈 不能这样讲 麦当劳会生计了 但事实上呢 从大数据来看 大麦克是大部分人去麦当劳的首选 是首选啊 我弄错了 对 是首选 既然是首选 下一集我们会谈到定将 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他会选大麦克 作为一个免费的一个餐点 好 所以也许这一招我们觉得 所谓的这个免费招待 是一个很老招 但是呢 真的是有效 就跟艾伟讲的 大家还真的蛮吃这一套东西的 是 所以呢 下次如果你开餐厅或其他的呢 你这个免费招待的部分 有可能是什么免费的simple 是 免费的试吃 甚至呢 在他某种状况之下 他可以在你的餐厅里面享受一顿免费的大餐 是 那这一点呢 在美国常常用 好不好 常常用 如果你用的巧妙 的确可以让旧客户呢 很快的赢得他的忠诚度 是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哇 这个我想第二个方式 我想每天大家都碰到的啦 对不对 叫做几点 啊 对 这个小七最多 小七 对不对 全联玩到笑哈哈 对不对 全联为了这个锅子 锅子 订到人家德国的锅厂都做不出来 是 对不对 那个就是你就知道啦 很成就的招数 有没有用 有用 超有用 对不对 每一家都在玩这个把戏 对 每一家都在玩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么航空公司有没有在玩 航空公司玩得更凶 里程数 里程数 还有换升等 换升等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了吧 所以免费的这个集点 跟集礼数 然后换一个新的东西 换一个不同的商品呢 这个呢 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提高客户在光顾率 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是 而且呢 请记住哦 如果你真的要做这样的一个行销方式呢 请特别记住 你所提供的免费的商品 一定要超值 是 也不能随便去买一个东西 就来 就来当做免费的证品 那个会遭客户所唾弃的 是 好 那么第三个呢 整体要客户的在光顾率 第三个叫做除值 啊 除值 对 邮友卡 邮友卡等等的 对不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去看看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艾薇或是其他的朋友 你可以去看一下邮友卡 现在的那个行销的方式是非常非常活泼的 是 非常活泼 那么在世界各国呢 用除值的方式呢 来做行销呢 也非常非常多 我想大家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 应该很多人手头上都应该有西瓜卡 这样的西瓜卡 那个要不要除值 要 对 总有一天日本政府会等到你 因为你一定要拿那个卡回去 对 那么我们其实我们平常上高速公路的ETC 也是除值 也是除值 OK 除值对于一家公司的金流 也就是我们的收益流的分析 现金流的分析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你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也可以设计这个 那么提高客户在光顾率呢 叫做自动的购货系统 自动购货系统 对 尤其现在马上要进入5G的时代 那么每一个互联网变成互联网 互联网变成互联网 对 那么所以呢 所以像各大的这个电商 比如说Amazon 或者说淘宝 这些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这种电商 他们在所谓冰箱里面 或者其他的储物的这个空间里面 都装上5G的连线的话呢 那很可能你的东西在一个月消耗完之前 它就已经传简讯给你了 然后因为你已经绑定你的信用卡跟处置卡 对不对 直接送货到你家 对直接送货到你家 厉不厉害 基本上你根本就毫无抗拒之下 你就收了那个货 所以一家公司呢 如果你要营运的自动购货系统呢 一定要建构的非常非常的完整 这样的话你的客户远远不绝的来做消费 好 那么讲到最后面呢 我们就要谈到增加营收的方法 叫做涨价 涨价反应成本嘛 最常听到就是这个 对 你觉得涨价容易吗 你做过生意的人 涨价很难 特别做吃的 涨个5块10块 其实客户非常有感 对 但是有时候没办法反应成本 是 大家注意到了 涨价是一个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但是能不能走 一定要走也能走 所以呢 但是呢 这个部分呢 你要看你的商品是属于哪一种的环节 属于哪一种类别 那么基本上呢 我在这边先各位提醒一下 因为等一下一集呢 我们就是要谈到这个商品的定量部分 基本上来说 如果你的商品是属于所谓的敏感性商品 那么你要涨价真的不容易 例如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大约3月的时候 也就是2018年 2018年3月的时候 台湾爆发了卫生纸 我记得这件事情 大家很多人家里面一直囤货 有个人家里买不到 对 然后大家的问候也不是你吃饭吗 你吃饱了吗 就是说你买卫生纸了吗 对对对 所以那个很夸张啊 为什么到那么夸张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属于敏感性商品 是 敏感性商品 偏要用的 那敏感性商品 例如说电价 油价 水价 还有公车费 公车费 等等这些有关于民生的 这种涨价都非常非常敏感 对 那你今天要涨价 你就不能只是单说说因为调整 物价的借货调整 这个需要很多的口舌 那么商品另外一种呢 叫做非敏感性的商品 那一种涨价呢 大家就比较不会care 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见 是 例如 例如说LV包 对 每年不断的上涨 不断的调涨 可是购买的人还是没有收手啊 没有收手啊 对啊 还觉得更有价 对对对 该排队的还是去排队嘛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商品上面 其实分成大概这几类 对 那么在涨价的时候也要特别特别注意 不过 下一集我们会再 根据这个涨价或是定价部分 我们会做更详细的部分 那今天的时间我想我们也拖了长了一点 是 希望你们真的有看到后面哦 嗯 好要持续锁定哦 对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到这边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下一集的 就是要讲的是定价策略 是的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我